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股市分析节目 在本期节目中 我们将深入探讨即将到来的香港金融科技周 这个活动将于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行 并且今年的焦点是人工智能 AI 它即将取代Web3成为热议话题 随着来自中国大陆的企业积极参与 这些企业希望借助生成是AI技术的浪潮来展现其实力 回顾过去 香港金融科技周曾经专注于虚拟资产和监管改革 但随着FTX的崩溃和虚拟货币市场的低迷 AI的兴起让香港重新定位为国际商业与中国之间的桥梁 同时 许多金融机构的区块链项目陷入停滞 AI的商业应用 展现出更明显的优势 主办方InvestHK的高层强调 香港不仅要连接国际市场 还要成为前沿技术的宏观沙盒 随着金融科技周迎来10周年庆典 未来的活动可能会超越区块链和AI探索下一个技术浪潮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股市分析特别节目 我是你的主持人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篇来自南华早报的文章 文章标题为 人工智能取代Web3成为香港金融科技周的热词 这篇文章详细分析了香港金融科技周的最新动态 以及人工智能如何逐渐取代Web3成为今年活动的焦点 随着香港金融科技周即将在本月底拉开帷幕 主办方InvestHK和Finiverse透露 生成是人工智能 AI已经成为今年最引人注目的话题 超越了Web3的热度 今年的展会将吸引大量来自中国大陆的参展商 这些企业希望通过展示其在生成是AI方面的最新技术 来吸引国际目光 Finiverse的创始人间首席执行官安东尼·萨尔指出 今年大陆企业的参与度大幅增加 并且对AI和先进技术的关注度非常高 回顾两年前 香港金融科技周的重点是通过监管改革 将香港打造成虚拟资产的枢纽 当时的重头嘉宾是FTX的创始人 珊姆·班克曼·弗里德 他如今因欺诈罪正在服刑25年 FTX的崩溃对虚拟货币市场造成了重创 香港及其重大诈骗事件 以及对交易所的严格监管 也引发了广泛批评 然而 随着OpenAI推出的Chad GPT 引发了整个科技行业 对AI项目的广泛关注 金融科技周也相应调整了其重点 今年的活动将于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行 部分参与者将在活动期间 跨越边界前往深圳 参观中国南方科技中心的企业 包括商汤科技 腾讯控股和字节跳动 阿里巴巴集团的金融科技子公司 蚂蚁集团首次赞助此次活动 其首席执行官景弦栋 也将作为高端演讲嘉宾登台 腾讯 小米 京东和商汤的代表也将出席 InvestHK的全球金融服务主管梁军燕表示 最终 这一切都是关于连接国际市场 包括东南亚 中东 欧洲等地 他强调 香港拥有众多国际金融机构的区域总部 这位前来参展的AI公司 提供了展示其技术的机会 使其能向这些机构展示概念验证 并在其他市场推广类似的解决方案 随着香港努力保持 其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 AI的商业应用性 已明显超过区块链 许多金融机构的区块链项目 要么停滞不前 要么无法取得预期进展 而与此同时 各公司正经相将生成是 AI整合到其服务中 用于监管合规 和提供投资建议等方面 主办方表示 尽管许多关注已经转向AI 但Web3仍然是展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萨尔强调 我们希望突出中国企业的强大存在 但这并不仅限于此 在今年的金融科技周上 来自Web3背景的演讲者数量 仍然超过AI背景的演讲者 大约130位演讲者中 大多数来自传统金融背景 主办方认为 Web3的发展仍需时间 因为许多主要参与者 仍在建设基础设施 梁军燕引用比尔·盖茨1996年的一句话 来说明Web3的现状 人们往往高估未来两年会发生的事情 而低估十年后会发生的事情 展望明年 金融科技周将迎来十周年庆典 主办方也在思考 如何反映香港作为实验场所的角色 未来 这一活动可能不在 仅仅关于区块链或AI 梁军燕表示 我们现在看到的非常明确的是 香港将成为前沿技术的宏观沙盒 金融科技周有潜力成为全球前沿技术公司 聚集在香港的孵化平台 向金融服务行业销售 随后扩展到世界其他地方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香港金融科技周的转型 反映了全球技术和金融市场的动态变化 首先 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其对技术趋势的敏锐把握和迅速调整 是其保持竞争力的重要原因 两年前 虚拟资产和区块链技术 仍是金融科技周的热点 然而随着FTX崩溃和市场 对虚拟货币的信任度下降 香港及时调整了其战略重点 转向了当前更具实际应用前景的人工智能 这种灵活性和前瞻性 不仅展示了香港在金融科技领域的领导地位 也为其他金融中心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其次 生成式AI的崛起和广泛应用 不仅限于金融科技领域 生成式AI 如OpenAI的ChatGPT 从内容生成客户服务到复杂的数据分析 金融机构对生成式AI的兴趣 主要集中在其如何优化运营 提高合规性和提供更精确的投资建议上 事实上 AI在这些方面的应用 已经显示出比区块链更为明显的商业优势 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今年的金融科技周上 AI成为了新的焦点 此外 中国大陆企业在此次活动中的积极参与也值得关注 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AI市场 其在生成式AI技术上的进展和应用 已经获得了国际认可 今年 众多中国科技巨头 包括商汤科技 腾讯 字节跳动等 将展示其最新的AI技术 这不仅为金融科技周增添了亮点 也展示了中国在全球科技创新中的重要地位 从金融科技发展的角度来看 区块链和Web3技术 虽然仍在发展 但其进展相对较慢 这与其技术实现和市场接受度有关 许多区块链项目 虽然有着颠覆性的潜力 但在实际应用中面临诸多挑战 包括技术复杂性 监管不确定性 和市场需求不足等 然而 Web3的长期潜力不可忽视 正如比尔盖茨所言 技术的发展 往往在短期内被高估 而在长期内被低估 总的来说 香港金融科技周的转型和调整 不仅反映了技术和市场的变化 也展示了香港作为 国际金融科技枢纽的灵活性和前瞻性 无论是当前的AI热潮 还是未来可能的技术浪潮 香港都在积极扮演着 创新和连接的角色 帮助全球前沿技术公司 在国际市场中找到立足点 这次活动的成功与否 将不仅仅影响到 香港的金融科技地位 还将对全球金融科技市场 产生深远影响 未来 我们将继续关注 这一领域的动态和发展 为您带来最新 最全面的分析和报道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随着香港金融科技周 即将于本月底拉开帷幕 人工智能 AI预计将成为今年的焦点 超越Web3的热度 主办方InvestHK和Feniverse透露 将有大量来自中国大陆的参展商参加 这些企业希望借助生成是AI的浪潮 来展示他们的技术 Feniverse的创始人间首席执行官 安东尼·萨尔·安芬尼萨尔 表示 今年大陆企业的参与度大幅增加 并且对AI和先进技术的关注度非常高 回顾两年前 香港金融科技周的重点 是进行监管改革 旨在将这座城市 打造成虚拟资产的枢纽 当时的重头嘉宾 是FTX的创始人 珊姆 班克曼 弗里德 Sam Bankman Fried 如今他因诈骗罪 正在服刑25年 随着FTX的崩溃 虚拟货币市场也遭遇了重创 香港的多起重大诈骗事件 以及对交易所的严格监管 也引发了不少批评 而今 OpenAI推出的Chad GPT 引发了科技行业 对AI项目的广泛关注 金融科技周也随之调整了重点 香港的角色逐渐转向成为国际商业 与中国之间的连接器 因为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AI市场 今年的会议将于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行 部分参与者将跨越边界前往深圳 参观中国南方科技中心的企业 包括商汤科技 腾讯控股和字节跳动等 阿里巴巴集团的金融科技子公司 蚂蚁集团首次赞助此次活动 首席执行官景贤栋 也是高端演讲嘉宾之一 腾讯、小米、京东和商汤的代表 也将出席 InvestHK的全球金融服务主管梁军燕 King Long表示 最终这一切都是关于连接国际市场 包括东南亚、中东、欧洲等地 他强调 香港拥有众多国际金融机构的区域总部 这位来到香港的AI公司提供了机会 让他们向这些机构展示概念验证 并在其他市场提供类似的解决方案 随着香港努力保持 其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 AI的商业应用性 已显示出比区块链更为明显的优势 许多金融机构的区块链项目 要么已经停滞不前 要么无法取得进展 与此同时 各公司正在竞相将生成是 AI整合到其服务中 以协助监管合规和投资建议等方面 主办方表示 毫无疑问 许多关注已经转向AI 但Web3仍然是展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萨尔强调 我们希望强调中国企业的强大存在 但这并不仅限于此 今年的金融科技周上 来自Web3背景的演讲者数量 仍然超过AI背景的演讲者 大约130位演讲者中 大多数来自传统金融背景 主办方认为 Web3的发展仍需时间 因为许多主要参与者 仍在建设基础设施 梁军燕引用比尔·盖茨 1996年的一句话来说明 Web3的现状 人们往往高估 未来两年会发生的事情 而低估十年后会发生的事情 展望明年 金融科技周将迎来十周年庆典 主办方也在思考 如何反映香港座位实验场所的角色 未来 这一活动可能不在 仅仅关于区块链或AI 而是关于下一个技术浪潮 梁军燕表示 我们现在看到的非常明确的是 香港将成为前沿技术的宏观煞河 金融科技周有潜力成为 全球前沿技术公司 聚集在香港的孵化平台 向金融服务行业销售 然后扩展到世界其他地方 六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六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